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品君 现在航空双雄非常的强势 许多投资朋友担心 短线上会不会建高点买船票 也就是货柜三雄 会不会比较安全呢 盘面上还有许多强势的个股 就让陈学静老师来帮我们解答吧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 就是货柜三雄稳步续航 船票比机票安全吗 安全没有错 但是安全 但是你会发现你最近 如果说做货柜航运的话 你要相当有耐心 为什么要相当有耐心 因为最近长的都是什么 都是天上飞的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刺激的话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要去 追逐那些的一个强势 但是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货柜的三雄稳步的续航 未来有没有持续作驾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我们从散装航运的 一个会洋KY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会洋KY最近是创下了 5个月以来新高 那这代表是仙人指路 同样是在海运 那一个是货柜 一个是散装 那既然会洋KY能够率先创下 5个月来的一个新高 那你想想看 包括的一个长龙 阳明旺海也好 那尤其现在的一个货柜 3月1号2月15号 又要再度调整的一个运价 还有包括的一个美西这个码头的一个工人 那么甚至的一个美国线的一个5月份要换约 那这些的一个运价都会带动运价 整个换约价的一个上涨 然后再包括的一个长龙 阳明跟旺海 在今年都有大量的一个新船 要怎么样 要进入的一个营运 所以在今年 大家所市场最担心的一个余力就是说 今年的获利会不会出现衰退 但事实上我们如果说 根据整个的市况来评估的话 那今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运 应该不会比去年还要差 甚至还会比去年还要好 所以包括这个长龙阳明旺海 我认为后面应该随时都还会有 座驾拉台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你喜欢长龙阳明旺海 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耐性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属于积极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追逐一些的强势股 比如说像长龙航 长龙航空今天再创新高 海运转空运 包括的一个户输的一个航行启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观光类股的 一个题材最近的一个表现都相当的一个犀利 那当然对于这些的股票 已经率先拉台上来的一个股票 现在你就留意 如果说它出现的一个放量不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那么对于这种股票可能短线就会进入震荡 这是在操作这类强势股 可能要稍微留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TAPC概念股也是最近 市场上法人俱加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是创委 创委领军的一个大厂 那在昨天是预创亮灯的一个厂停板 那今天表现持续相当的一个强势 那尤其随着一个欧盟中国大陆 未来的一个街头 TAPC街头将统一规格 那今天的一个预创来挑战的一个季线 那十字线月线都翻扬向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基本上 它已经怎么样底部确立扭转上来的话 那如果有拉回的话 像这种这类的股票 就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电动车 这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里面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高速传速的 连接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包括的一个加倍期 你可以看到它也打进了一个欧美 包括的一个Tesla 包括的一个欧洲的一个车厂 这些的一个大厂 所以预期在今年营运 可望看窍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市场上 随着一个华人的一个这样 华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大举的一个拉台之下 那今天的表现都相当的一个这样 相当的一个强势 那么甚至 再到的一个车用的一个二极体 你要知道 如果说电动车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预估到2030年整个这个电动车 如果根据市交机构的预估 将会是什么 将会是倍数倍数再倍数的一个成长 而且电动车里面的一个相关的零组件 比如说像功率的一个放大气的也好 那这个零组件是过去传统男友车的一个这样 将近的用量将近13倍 也就是说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 车汽车的一个电子化 智能化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来临 所以对相关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概念股 那我想这块的一个族群都是大家 长期值得来做一个流意的一个族群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电子材料 这都是电动车里面的一个灵魂的一个人物 那像这些的股票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比较属于 长波乱操作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像这些具有前景展望的一个个股 都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当然在短信上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随着一个低润的一个 记忆体的报价的上涨 所以最近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在追逐的一个短线当下的一个强势股 那相关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个族群 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市场也是值得大家来 留意的一个体材的一个重点之一 当然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 因为盘式每天都会变化 那到底每天的盘式有哪些的弱势股 有哪些的一个强势股 是值得大家来留意或提防 小心的一个地方 那我都会在标股新天地的 Niander或Teleway 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加入老师Lite跟Teleway 财经急诊室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